全台闹斯饥荒 桃园市学生专车路线却不断的缩减 为了因应开学之后呢 这学生搭车的需求 关于高中透过了多项的补贴措施 与游览车的业者来合作 让学生呢有校车可搭 不会因为等不到车影响到了就学的权益 桃园客运闹斯饥荒 尽管中央与地方积极招募 缺额仍高达260名 从原先的107条做减至85条 冲击到学生的专车运行 关于高中校长林正清指出 目前学校努力招标中 即便国教署补助学校1000多万元 仍有所不足 这阶段学校新与游览车的业者合作 提供专车让学生上下学 并提供多项的补贴 让学生负担少一些 将可能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关于高中在飞山飞市地区 那这个学生的来源又更 今年又更多元 所以在学校同仁努力底下 我们跟这个国教署 争取了相关飞山飞市的 这个交通费补助的经费 还有一些这个标案的部分 可以再持续 那所以先应急 所以在9月部分的开车 这个部分也没问题 那这个学期的招标部分 我们持续来做 那所以学生的交通 在开学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仔细询问搭乘专车的学生 都非常感谢校方 因为有了专车 他们再也不用长时间站着 能够在车上好好的充电 为今天学习做好准备 我觉得它还不错 就是虽然这学期开始要收费 但是就是如果我搭火车 再转公车 然后来回的话 我一天可能要花超过60块 那如果我改成搭校车的话 就它收费一定比较便宜 然后这样每天省下来 一个学期可以省蛮多的 就是比较方便 就是在家里外面 就可以直接搭到学校 然后可以补眠睡一整路的觉 这样 未来观音高中会持续 与国教署沟通 并确保每位学生的受教权 让交通问题 不会成为学生就学的障碍 这是一个学期训的 但是现在是很好的 你需要再来 继续的时间 所以在这边 我会有那个学期训的 那么就会有什么 就是那个学期训的 你自己的学期训的 这边是在学期训的 学期训的